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市政府召开第31次常务会议 研究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促进总部经济 生物医药与健康 文化产业发展等事项 是15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2次会议 关于加强我市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监管 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议案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议程 交由市政府办理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 在下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启程赴京 记者走访节后蔬菜海鲜市场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今天是2018年的2月27号 星期二 农历正月12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近日 市委市政府明确了2018年的卫民办实事项目 经过多轮意见征求和研究讨论 最终确定今年将实施10类36项卫民办实事项目 涵盖了衣 食 住 行 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 努力让市民在改革发展中享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从去年9月起 我是就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2018年卫民办实事项目的建议 受到市民群众的热烈响应与踊跃参与 最终确定的这10类36项卫民办实事项目 涵盖了安居保障 交通畅行 教育均衡 医疗汇民 文体服务 生态环境 特殊群体关爱 公共安全保障等方面 床位很容易紧张 我觉得现在 如果说床位有比较充足的话 可能对我们去医院干嘛的 这块就不用住什么走廊之类的 会比较方便有床位 更希望有一些免费的活动场所 更希望有这块更多一点 来服务这个广大的市民群众 如果说问我什么最重要 我觉得美丽的城市应该 孩子有一个美丽的教学堂 今年的卫民办实事项目 既着眼于满足群众见识需求 又突出落实市委12届5次全会提出的 补齐民生事业短板任务要求 其中在安居保障方面 今年将开工建设保障型住房2.1万套 推动租赁住房试点工作 新增各类型租赁住房7000套间 在医疗惠民方面 将新增床位数约4000张 并新增一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在交通畅行方面 将新增公共停车博位4000个 建成吉美大桥南站BRT首墨站 同安BRT枢纽站 下大祥安校区公交首墨站 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路段36处 开工建设一纵一横公交车专用道 在城市提升方面 将启动第二轮城市整治提升工程 健康步道动工建设 完成天然气管道90公里 入户3万家 改造提升一批老旧小区 更换老旧小区背街小巷2500盏路灯 在生态环境方面 将整治万石植物园西山体育公园 东平山体育公园环境 并对市民开放 新增更新电动公交车500台 在教育均衡方面 将建成中小学校 含职业教育20所 新增学位2万个 开建公办幼儿园20所 新增学位7500个 项目进展情况将实行月报制度 是项能督察办 市政府督察室将跟踪督察 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市委市政府要求各承办单位 要科学安排进度 加强统筹协调 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真正把实事办实 把好事做好 据了解 2017年市委市政府 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面完成 高质量补给民生短板 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市长张家瀚 主持召开第31次市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促进总部经济 生物医药与健康 文化产业发展等事项 会议研究了2018年 市重大项目安排建议 会议指出 市重大项目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后劲 各级政府及其部门 要把五个一批项目 作为重要工作抓手 强化责任落实 抓好月调度 既督察 细化任务节点 加强要素保障 优化政府服务 全力加快前期工作 推动项目形成滚动发展态势 会议研究了 加快发展总部经济 文化产业生物医药 与健康产业的有关政策 会强调 总部经济 对提升城市竞争力 辐射力具有重大意义 要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落实激励措施 加快引进培育一批总部企业 文化产业是文化强势战略的重要内容 要坚持正确方向 围绕高质量发展 推动文化与科技 旅游体育等深度融合发展 积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优质文化需求 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 是我是重点发展的 战略性新型产业之一 要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与重点 建设一批专业园区与平台 推动一批重点技术创新 支持一批重点产业化项目 培育壮大一批龙头骨干企业 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会议研究了 我是生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加快生态农业发展有关工作 会议要求 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尊重农民意愿 守住政策底线 坚持循序渐进 坚持因地制宜 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 稳步推动土地有序流转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逐利建设现代高效 绿色生态 循环发展的生态农业 全力推动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农村繁荣 会议通过了 我是医疗救助办法 强调要加强政策宣传与落实 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切实解决困难群众 因病治贫 因病反贫问题 会议还研究了 我是海洋环境保护若干规定 等六部涉及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的法规修正案 行政协助管理办法等其他事项 今天中午 市场庄稼汉会见了 戴尔公司全球首席供应链官 凯文布朗一行 中甲汉向客人介绍了 物市产业发展 对外开放 营商环境 城市建设等方面情况 希望戴尔公司寻找更多商机 把更多项目落户厦门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 为戴尔在厦门发展 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 推动双方合作 不断向前发展 凯文布朗感谢市委市政府 及各有关方面 为戴尔厦门公司 快速发展提供的高效服务 对公司在厦门的未来发展 充满信心 愿意进一步扩大在下投资 双方海进行了 有关项目的签约 副市长李辉岳参加会见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由市人大成委会主任 陈嘉东主持 会议听取审议表决通过了 市人大财经委 城建环资委 教科文卫委 桥外围 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处理的审议结果的报告 这些代表议案涉及大数据 产业发展 教育卫生文化 环境保护 城市改造管理等各方面 市人大有关 专委会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走访各议案领先代表和相关部门 进行了充分调查研究 会议决定 将关于进一步推动 我市大数据管理与运用的议案 关于加强我市中小学生 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监管 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议案 列入市人大成委会议程 交由市政府办理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先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示 孩子放学后这段时间的监管问题 一直就是许多上班族父母 十分头疼的问题 在这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 关于加强我市中小学生 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监管 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议案 列入了市人大常委会议程 交由市政府办理 市人大常委会表示 接下来将推动我市 强化校外托管机构的监督管理 同时还要充分发挥 学校的主体作用 扶持中小学办好课后服务 切实为学生在校午餐午休 提供更好保障 取了解 自2014年起 我是学校五间留校托管取消 放学后按时清晓 小学低年级学生 一般下午四点左右就得离校 不少上班族父母 在无法按时接孩子回家的情况下 选择将孩子送到 学校周边的托管机构 面对庞大的市场需求 各种托管机构 近年来悄然兴起 根据市人大教科文卫委的调研数据 截止去年下半年 全市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机构达1733家 共有5万余名学生入托 由于目前托管机构并没有明确的市场准入机制和行业标准 行业无序发展现象突出 不少托班开设在学校周边的居民楼内 普遍存在 面积小 学生多 人员密集的现象 此外 卫生条件 人员资质 场地设施等 也缺乏有效监管 市人大代表 陈夏兰长期从事教育行业 作为提出加强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监管议案的代表之一 他建议要明确主管部门制定行业标准 强化日常监管 切实规范校外托管机构的经营 我们觉得应该要有一定的准入机制 然后过程要进行监管 然后由确立相关的监管部门 开办的时候 我们觉得老师的资质 还有里面场地的设施 还有各个消防安全 卫生安全 食品安全等等 我们觉得都需要进行监管 市人大成委会表示 在规范校外托管机构的同时 更要发挥中小学校作为客后服务的主渠道作用 充分挖掘校内资源 出台相关管理办法 切实办好客后服务 接下来还将推动新建中小学校 按照规定配比规划建设食堂 并鼓励已建成学校通过改扩建的方式 新建食堂 或采用集中配餐方式 保障好中小学生在校午餐午休 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对学校的客后服务 这个客后服务实际上就是叫做延伸服务 这个延伸服务要能够出台一些管理办法 因为这个对老师来讲 也是工作量是增加的 包括人员管理的人员都要相应的增加 那这些该财政兜底还是要兜底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数则数联评议会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嘉东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逐一数则数联 殖民问题深挖根源提出整改措施 陈嘉东对数则数联情况进行集中点评 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 陈嘉东强调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决拥护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贯彻落实到人大工作的方方面面 要全面压实一岗双则 抓好分管领域内的党风连政建设 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充分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依法行使思想职权 更好发挥代表作用 全面提升常委会工作水平 不断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 要持之以恒正风速记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严格管理约束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运用好监督职计四种形态 坚持反腐败无禁区 全覆盖零容忍 进一步形成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的浓厚氛围 世人大各委班是主要负责人 驻世人大机关纪检组组长参加会议 并对常委会党组成员 数则数联情况进行评议 本台记者报道 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将于3月5号在北京召开 今天中午即将出席会议的 在下全国人大代表启程富荣 参加集中出任学习 准备复经旅职 在下13届全国人大代表 有9位 按姓名笔画排序分别是 邓丽萍 冯鸿昌 泽物 庄稼汉 张荣 陈嘉东 陈子轩 书庭 攀岳 会前 在下全国人大代表们 深入基层一线 倾听社情民意 收集第一手资料 针对当前的热点问题 进行深入调研 为依法履职 做足功课 代表们表示 在本次会议上 将认真审议各项报告和议案 就深化改革 转型升级 科技创新 医疗改革 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 积极向大会提出 高质量的议案建议 本台记者报道 全国政协13届 一次会议 将于3月3号 在北京召开 日前 在下13届全国政协委员 陆续启程 赴京参会 在下13届全国政协委员 有7位 分别是 张健 郑岚孙 国贵荣 夏先鹏 徐熙鹏 柯熙平 蒋志鹏 在本次会议上 在下全国政协委员 将聚焦党和国家 重大决策部署 聚焦人民群众 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 重点关注 生化改革 生态建设 营商环境 民生改善等方面的问题 积极协商议政 多现务实之策 欢迎回来 春节假期过后 许多市民家里囤积的年货 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记者今天走访 我市的部分蔬菜和海鲜市场 了解到 节后厦门的蔬菜和海鲜价格 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我们去看一下 中浦批发市场 是我市较大的蔬菜集散地 日均销售800吨 这里的批发商告诉记者 春节过后 蔬菜价格有明显下降 以空心菜 菠菜等水叶菜最为明显 节节一斤空心菜6元 现在则是3元 一斤菠菜3次元 现在则是1、2元 批发商说 基本上每年春节过后 菜价都会下降 今年降服属于正常范围 此外 今年春节前后 天气正常 对蔬菜供应的影响不大 因此春节期间 菜价本身上涨也不多 对于接下来的价格走势 他们预计会保持平稳 应该不会再怎么跌的 毕竟农民汤那边也要成本 零售市场的菜价情况怎么样呢 记者来到松排农贸市场 这里的商贩告诉记者 春节以来菜价基本稳定 除了天气比较冷的几天 菜价有所上涨 到目前下降幅度很小 像菠菜节前是5、6元一斤 现在则是4、5元 批发和零售市场的价格 之所以有较大差别 不仅因为从批发到零售中间 还有缓解 而且批发商主要以走量为主 而零售商则以质为主 质量好的蔬菜 在零售市场的价格都比较稳定 过年的时候也是差不多了 一样差不多那个价钱了 春节本来是 还是算比较贵一点的菜了 其他的青菜都是三四块了 差不多 本来那时候天气比较冷 菜量比较少比较贵 现在反正大概都差不多 这样子了 大部分都差不多 是有稍微的调整一下 下来一点点 海鲜价格结后 也迎来了一波降服 其中以虾鱼最为明显 例如 红虾节前每进100元 现在降到85元 带鱼则从70多元 降到40多元 白肠石斑鱼等价格 也均有下降 即便如此 上家表示 现在的价格仍然比平常 要略高一些 等元宵节过后 随着出海打鱼的人增多 海鲜的价格将会进一步下降 现在还比平时还高贵一点 因为现在春节 有些蜜船还没出去 个别船都出去 小船都出去 大船都还没出去 所以都贵一点 到差不多时候 过去就会下降一点了 蜜船多出去就会下降了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是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为我是2017年第一批 保障性租赁房选中县房的申请户 办理交房入住手续 210户申请家庭将在近期入住 东方新城 花林花园等保障房小区 这次交房入住手续的办理 在厦门安居集团举行 是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及市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 联合为申请家庭 办理签订租赁合同 及租金补助合同等手续 办理完这些手续后 申请户就可以前往 各县房所在的小区 与物业单位交接 验收住房拿钥匙拎包入住了 王先生是自由职业者 这几年一直在岛内租房子住 每月支付房子租金 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截前他参加选房 目标直奔县房而去 最终他为自己选中了 极美姓名华林花园的一套县房 一直处于租房状态 有时候接触朋友交流 当然有这个房子 尽早能够搬过去是最好 王先生的这套房子 一房一厅 面积44.4平方米 每月市场租金538元 按照政策 他可以得到民政部门提供的 市场租金的70% 共377元的租金补助 每个月付160多块钱 这个补助力度是非常大的 市减轻非常大的负担 据了解 2017年第一批保障性租赁房 共有1235户申请家庭 完成了选房 其中选中县房的申请家庭 共210户 分配给他们的县房 位于东方新城 华林花园 阳塘居住区 滨海公寓等处 一批申请户入住了 又一批申请户则开始申请了 我是今年第一批 保障性租赁房正式申请 今年启动 各街道办和镇政府 开始受理入围的 2317户申请家庭的正式申请 上午记者在四名区 无村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看到 保障房申请受理窗口前 并没有出现拥挤排队的场面 只有一两个申请户在办理 由于多批次小轮后的 配租办法已实行多时 加上正式申请的实现 足有一个月时间 大多数申请家庭显得从容不迫 也就不着急在第一天赶场了 据介绍 这次无村街道入围 正式申请的家庭共84户 上午只有10多户前来咨询和办理 而实际办理成功的 只有1户 我是今年第一批 保障性租赁房配租工作 是1月15号启动的 一项登记阶段 共有9309户家庭完成登记 经过公开要好 入围正式申请的家庭 连同低保等优先单列分配对象 共2317户 正式申请阶段 从今天开始将持续到下月26号结束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以连续成功举办实践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的厦门 近日又迎来了更高水平的网球赛事 详细情况我们请小俊来说一说 好的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昨天下午 2018ITF国际女子网球巡回赛厦门站的 正选赛 在世体育中心网球场开赛 这也是国际网联 今年在中国进行的首战女子职业网球赛事 本次赛事设置总奖金为1.5万美元 共用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名球手 报名参赛 赛会头号种子是目前世界排名第193位的 乌兹别克斯坦名将沙利波瓦 而参赛的中国选手中 既有国家队主力高新瑜 也有清澳会冠军徐世林 以及多次获得青少年国际比赛冠军的 孙子岳 李一璇等国内优秀网球选手 在训练场上 我们还见到了在今年澳网上 获得青少年组女子双打冠军的王新瑜 这也是他今年确定 从青少年组转为成人赛的第一站 首先厦门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 作为他今年成人的第一个比赛 对他来说他还是蛮有信心的 比赛设有女子单打和女子双打两个组别 赛期九天 分为预选赛和正选赛两个阶段 采用淘汰赛制 最终获得冠军的选手 不仅可以获得相应奖金 还能获得12个ITF世界排名积分 据了解 这次比赛是国际网联 今年在中国举行的首战女子职业网球赛事 也是厦门举办过的最高规格 最高水平的网球赛事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我是中小学幼儿园开学 是疾控中心提示 学校和家长要严格落实流感防控的各项措施 防止流感疫情卷土重来 监测表明 我是流感聚集性事件 绝大多数发生在学校和优托机构 每年12月至次年4月 是厦门流感高发季节 对此疾控专家强调 学校要加强沉检巡检 让学生勤洗手正确洗手 加强教室通风和消毒 一旦发生流感样病例 要及时隔离 及时与疾控部门 卫生部门联系 确诊为流感的学生和教工 要等症状消失后48小时 才能返校或返工 疾控专家说 防控流感的重点在于 病例的早发现与隔离 这需要家长和学校的大力配合 如果孩子出现发热症状 请家长立即带孩子到医疗机构诊断 如果确诊为流感 请居家隔离 疾控专家强调 并非得过流感就不会再得 因为亚型不同 抗体不同 而接种流感疫苗 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推荐老年人和大于6个月龄的 儿童 孕妇 慢性病患者 和医务人员等流感高位人群 每年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本台记者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 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